哈喽 大家好 我是捷歌称宠 红色的奥特曼你见过很多 那蓝色的奥特曼你又见过多少呢 今天捷歌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奥特曼中的所有拦住战士 看看这些中你就知道哪些吧 带拿奇迹型 全身以蓝银两色为体色的带拿形态之一 该形态擅长的就是速度与超能力 并且也是带拿三种形态中最擅长远距离战斗 空战能力极强 绝招是将敌人打入黑洞的力波六五光波 阿古如 阿古如是地球的本土奥特曼 由于是大海的力量变身而成的 所以阿古如的两种形态都是蓝色 不过也是有区别的 V1形态的阿古如是黑色加深蓝色 但是V2形态是海洋之力的升华 所以它的蓝色直接变成了明亮的海蓝色 黑色比例要少上不少 高斯奥特曼月神形态 高斯奥特曼的初始形态身体颜色以蓝色为底色 银色线条所谓辅助 虽然跟阿古如一样都是蓝色跟奥特曼时 但是高斯的颜色风格明显没有阿古如 那么具有冲击性 大概也是为了充分体验 它是和善慈爱爱好和平的光之战士 奈克瑟斯蓝色青年 由千树林变身而成的青年形态 虽然它的外形跟准哥的青年形态相同 但是在配色上却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千树林变身而成的奈克瑟斯的体色是蓝色和白色 而且蓝色的形态比起红色的要强化不少 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强化 跟大部分的蓝色战士都一样 比较擅长速度跟超能力的使用 西卡利 孟比尤斯中的富豪 同时也是光之国的科学家 跟其他的蓝色战士不同的是 西卡利最擅长的不是通常的速度跟光线 而是擅长高超的剑术 他的剑术水平甚至名扬整个宇宙 会打架 能耍剑 还能搞一首好发明 西卡利真的可以说是奥特曼中的男神了 赛罗奥特曼月神奇迹形态 赛罗的月神奇迹 继承了正是我们刚刚说的两位前辈的力量 那就是戴拿与高斯 所以他的通体基本都为蓝色 并且积两者大成 戴拿的高速移动 还有高斯的进化以至于 他使用起来全都德行应手 骑士 维克特利 在骑士剑末的作用下 觉醒出来的新型态 因为他继承了一部分西卡利的力量 所以在该形态下 维克特利的剑术也得到了提升 骑士剑末和谢霸对圣剑的双刀六剑法 更是让许多怪兽全都招架不住 杰德奥特曼机敏形态 西卡利加高斯两位蓝族前辈 融合升华后诞生出来的杰德蓝色形态 同样的 他也是集中了两位前辈的各自的优点 速度快 戒术高超 进化能力多种多样 罗索奥特曼月水形态 与地利交换了水质元素之后 得到的新形态 身体的颜色变成了深蓝色 在该形态下 防御 持久 还有控制力 是四种形态中最强的 而这种形态比起战斗 更擅长的是打控制速度 而他的弟弟不如奥特曼的月水形态 却跟他有点不同 弟弟的形态发挥了正常蓝族战胜的优点 那就是机敏以及快速的攻击 是弟弟的所有形态中 战斗能力要最均衡的 风马奥特曼 来自O50行星的战士 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 而且本身的设定还是奥特曼的人者 所以可以使用多种人数 托雷西亚奥特曼 第二位坠入黑暗的奥特曼 最开始也是光之国的科学家 不过在追求善与恶的真理中 逐渐迷失自我 胜来与黑两种配色 最擅长利用人心诱导他人走向黑暗 好了 这就是奥特曼中的所有蓝族战士了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位呢 我在评论中等你们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